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史瓦纪兰当地时间19日欢庆是国建国50周年,即恩施瓦第三世国王50岁生日庆典的50分之50双庆一世。 在蔡英文总统的见证下,史瓦纪兰国王恩施瓦第三世宣布, 史瓦纪兰,Swasland,国名将改为伊什瓦帝尼王国,Kingdom of Israel,藏义综合媒体报道, 在当地时间19日中午,史瓦纪兰欢庆建国50周年及恩施瓦第三世国王50岁生日庆典的50分之50双庆一世。 我国总统蔡英文唯唯一受邀的外国元首,获得最高规格的礼遇,当思宜高喊蔡英文是来自中华民国台湾总统, 获得全场民众速度热烈欢呼,显示两国关系密切。 国王恩施瓦第三世在庆典中宣布,国名将改为伊什瓦帝尼王国恩施瓦第三世至此时表示, 许多国家在独立后,纷纷使用自己人民对国家的称呼作为国名, 但他们脱离英国殖民独立50年后,依然用史瓦纪兰这个由英国人所定下的国名。 他称,史瓦纪兰改名已迟到太久了,现在是把国名还给人民的时间。 恩施瓦第三世在满场的欢呼下郑重宣布, 史瓦纪兰将证明,改为伊什瓦帝尼王国, 藏裔,新的国名亦为史瓦纪兰人的土地。